今天的Keeper热搜大头条 为您整理了Top5网友最关心的新闻 好 先来看看第一条 韩国瑜说要让高雄发大财 但是呢好多民众都说你是不是跳票了 所以最近啊有民众就自偷腰包 做了一个大型看板放在三民区 那这个看板呢 一边是细数民进党的政绩 但是另外一边呢却是在猛酸韩国瑜 说他什么 说他一偷二片三碰轰 那再来转行政议是不是又往前跨境一大步 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现在认定了 复联会有387亿元的资产 都是不当所得 现在这些钱在一个月内会收归国有 好 不过我们健保也都快破产了 但是有害虫 这个害虫呢被点名是新北市三支卫生所 为了要赚钱 居然呢是滥开管制药来赚奖金 那这个卫生所的主任 他每个月的薪水是八万块 但是呢光奖金每个月可以领到三百六 这样合理吗 另外说到的这个第四点 也是一个烧钱的单位 屏东永达技术学院 学校呢已经停办四年多了 可是董事会却是挪用校产三亿多元 因此教育部现在硬起来 要向法院申请解散永达的违法董事会 好 刚刚有看到这个新闻了 春酒变花酒 这是已婚 有小孩的国会助理 邀女记者去喝春酒唱KTV 但疑似伸出贤猪手 而且涉嫌性侵 不但没了工作 还被告呢 今天的special话题 则是要带您看看 有网友在网路上发问 说三年过去了 台湾有什么改变吗 好 当然有网友是挺蔡英文的说 有啊 很多政绩耶 包括年金改革 党产归零 国建国造等等 那有人觉得说 还不够好哦 应该要落实居住正义 应该要打房 但是要蔡英文做那么多事 可能蔡总统会想说 那你要多给我四年啊 现在她要争取连任嘛 不过党内人士却有点为难 不知道该挺谁才好 我们要组最强的国家队 站在蔡英文协后方 明明是接见中职冠军队伍 欢乐场合 陈菊却神情凝重 还有旁边的桃圆区长 郑文灿 两位新潮流要找 忧心都写在脸上 那我相信蔡总统的连任 有助于哦 台湾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然我是有点忧心 这是事实 公开支持蔡英文连任 但赖清德却不顾大咖劝说 登记参选 对新潮流大解头 陈菊来说 最是煎熬 这回不跟着总统出访 据传就是要全力协调 降低双方交战可能性 她说我兄弟 她这会不会很安全 我们这几次的颜色也有配合过 撞山还来个报报 当初成局将最挂念的高雄市 托付给他人 接下总统府秘书长 协助小英调和顶奈 时间再往前推 2018大选民进党 最棘手的新北选战 来来来 是我的老朋友 苏贞昌之所以愿意参选 当绿营母鸡 也是成局推一把 还包括穿针影线 找苏贞昌回锅当隔魁 2016年民进党国会席次过半 苏嘉全 柯建民 陈明文 正立法院长还是靠成局 居中协调 她跟蔡英文 蔡总统 有非常情如姐妹般的感情 那她跟这个赖清德 赖院长 长期以来也几乎是 同派系内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战友 就现任总统 竞选连任这个角度 我想举解她也做出了一个决定 念在蔡英文 一肩扛着民进党 东山再起 成局纵使 手心手背都是肉 也得以党内大姐大高度 再次扮演 关键角色 蔡英新闻里这招 专会其谈不到